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通过我之前发过的这个视频 大家对运筹学这门学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 那若是在满足所有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最优解 简单的说 凡是有罪字或者是优化 如利润最大化 成本最小化 生产优化等等 基本就和运筹学息息相关 古人曾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那么企业管理者如何运用运筹学技术决胜于21世纪呢 其实运筹学经过将近100年的发展 在供应链 交通运输 能源 金融等行业均有广泛的应用 今天这期视频就带大家一起开启运筹学发现之旅 一 运筹学在军事航天 运筹学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任务 当时或许需要把各项稀少的资源 以有效的方式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军营 以支持各自的军事任务 如何快速而有效的分配策略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OR成功的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军事问题 比如飞机投弹问题 如何发射导弹 射击轨迹 使得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破坏最大 有研究表明 运筹学的使用使得美方炸弹的有效目标炸本率 从15%增加到了60% 再例如雷达的部署问题 运输船队的护航问题 反潜水炸弹投掷问题等等 这些运筹学的实践极大的帮助了英伦三岛免遭德军的蹂躏 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运筹学在航天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例如多个卫星的联合调度规划问题 是在卫星资源受限的情况下 根据卫星运行状态和观测任务需求 在满足资源约束任务约束和执行约束的情况下 合理安排各个卫星的执行状况 以获得最大的科学和经济价值 一方面每个地面点目标在同一时刻可能被多个卫星观测和执行 但观测目标的总收益最多只会被计算一次 因此需要考虑选择哪个卫星去执行该任务 另一方面卫星在执行不同的观测任务时的特摆角和旋转角是不同的 卫星需要调整姿态和旋转角度指向该目标 因此单个卫星观测不同目标所消耗的能量是不同的 多星联合调度规划问题可以干做是在多种复杂约束条件下的大规模组合优化问题 2. 运筹学在供应链物流 运筹学被广泛的应用在物流供应链行业 请大家在屏幕上打出一些你们所熟悉的经典案例 例如旅行商问题及从一个点出发便利所需要经过的送货点最终回到出发点的路径选择问题 又如外卖小哥的配送路径优化问题 需要先去多地取餐然后集中送货到各个消费者手中 都是需要从指数几条路径中满足例如不能超速不能逆行等约束条件下选出最优的那一条路径 除此之外运筹学在物流领域的应用还包括库存控制物资调运仓库选址等等 以库存控制为例物流供应链中的制造商供应商配送中心以及零售商都要面对库存问题 例如制造商在生产产品开始前需要考虑提前多久订购多少原材料 当库存降低到哪一个水平的时候开始重新订货 这就引出了供应链库存的经典问题经济订货批量问题 简称EOQ 通过建立运筹学模型并设计算法 我们可以在提前期订货成本库存持有成本运输成本等条件下 制定最优的订购量安全库存和再订货点 再以仓库选址为例 按照仓库的大小及辐射范围又分为中心仓区域仓和前置仓等等 仓库选址绝非拍脑袋决定 而是需要通过大数据及运筹优化建模 收集不同区域的物流快递需求数据 不同地址建仓成本数据 约束条件包括最小覆盖人群到所覆盖区域的最高运输成本等 最终通过求解复杂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给出几种帕磊托最优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此外 运用应酬学的排队论模型可以优化产品出入库作业 如运输厂车辆进出库的排队 对于运输厂的管理方案也 每辆车的停靠位置大小和装卸货的时间都不同 希望优化不同时间段 每辆车的等待时长和总体出入库的时间 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物流从业者呢 不妨把你工作中遇到的数学问题通过弹幕或评论po出来 让屏幕前的运筹学专家们帮你把把卖 三 制造业中的运筹学 这几年智能制造活得不得了 运筹学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包括工艺优化 排班 资源调度 生产计划 生产流程优化和厂内交通调度等 以工人排班为例 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工人的工作班次时长 工人历史的上班习惯 例如习惯上早班 晚班后不能接早班 个人所拥有的技能 个人的偏好 比如偏好某个工种 或者上班时间段 以及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长 当我们了解了企业真实的业务场景后 在抽象业务规则和约束 搭建运筹学模型 并加以求解 就可以得出最优的工人排班组合 此外 生产计划的问题也广泛的存在于制造业中 生产计划就是决策 什么时间在哪家工厂 哪条生产线上加工多少工件 例如手机的制造 一部手机有上千个零件构成 例如手机屏幕 手机摄像头 电池 充电器 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供应商生产 然后将这些零件运送到最终的组装厂 拼装 如何合理的安排 每个供应商在什么时候生产多少零件 是一个需要量化决策的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 在于考虑满足订摊需求的前提下 尽量降低库存所谓 或库存周转率 同时需要考虑物料 产能 运输的约束等等 这样的生产计划问题 本质上是一个混合整数规划问题 决定是否在这家工厂生产是一个零一变量 零件的个数是一个整数变量 而生产这些零件的物料可能是整数 也可能是连续变量 因此该问题构成了一个混合整数规划问题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发现 以上提到的实际问题中 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纳为应酬学的零一整数规划问题 其中零一变量又叫做决策变量 通过模型求解 如果最终决策别量取一则代表执行 零则代表不执行 整数规划可以用来求解组合优化问题 它通常是NP难的 通俗易懂的说 算法复杂度非常高 是指数级的 我们常听说的指数爆炸 就可以用来描述这类问题 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 其实我在海德堡大学博士的课题 就是零一整数规划 感兴趣的话 不妨扣一 我考虑是否单开一期 四交通领域中的运筹学 运筹学也被广泛的应用于交通领域 这里举三个例子 当我们在公交站 火车站 机场 看着时刻表查询我们想乘坐的班次时 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刻表是如何制定的呢 交通领域的时刻表排班问题 如火车时刻表排班 是根据铁路网络研究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 每个城市之间的车次问题 具体来说 首先需要对国内各大城市间的人流进行预测 决定安排各个城市之间的班车评次 每次拉多少节车厢 中间停靠哪些城市 并且精确到每辆车在每个车站的停留时间 确保在同一时间段内 一个车站只能有一辆火车的约束条件下 减少空载率和最大化铁路的运行效率 此外当发生极端恶劣气候 地质差汗或者设备故障等出发情况时 如何规划和调度被影响的车辆 才能够最快的恢复正常铁路运行秩序呢 以上这些其实都可以建立运筹学整数规划模型 将列车发车优先顺序 停靠站点以及到达时间段等作为数学问题的变量或约束条件 加以求解从而最终获得一张列车时刻表 除了排斑问题 其实交通领域涉及到的很多经典问题 都离不开运筹学优化理论的支撑 比如我们生活中常用的GPS导航 就可以建模成运筹学图论的最短路径问题 用到了最小生成数最大流最小费用等算法知识 求得所需时间最少线路最短或者是最省钱的线路 我在城市大脑这期视频中曾提到 在未来基于5级城市物联网和车联网的智慧交通 城市大脑将会运用运筹学的模型 合理的加以引导车流 对无人驾驶车队进行多车调度 缓解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 还没有看过的不妨点击链接查看 再如网约车平台的订单分配 其实也可以转化为一个司机与顾客的双向图匹配问题 以及城市充电桩的布局问题等等 未来智慧交通中的很多问题 都可以借助运筹学的模型得以优化和解决 未完待续请听我下回分解